恐龙是怎样成为时代的霸主呢 科学家找到了证据 过去曾经发生灾难性的物种大灭绝 帮助恐龙成为了主宰 这项理论声称三叠级的卡尼奇红击事件 是因为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史称兰格利亚火山爆发 这场火山爆发发生于约在2亿3千4百万年前 位置约在现在的加拿大西方 并持续了500万年之久 这场持续了500万年的喷发 堆积了高达6公里的熔岩 使地球大气变暖了3到10度 随之而来的暖化造成海洋温度升高 海水也蒸发得更快 导致地球持续了200万年的降雨 科学家将这200万年的降雨 成为卡尼奇红击事件 由于雨水过多 使地球从一片干燥的灌木丛 变成了充满雨林的潮湿环境 但伴随的极高湿度 和雨林带来的不同的植物们 却给三叠级拉丁奇 也就是卡尼奇前主导的动物们 严峻的挑战 由于目前还仍不清楚的原因 新的潮湿环境 将在拉丁奇占主导地位的动植物们 逼向灭绝 并突然出现了 数多早期恐龙的形态 等到爆发终于停止 雨也停了 地球又变得越来越干燥 然而留下的 正是一个充满恐龙 于是因了新环境植被的世界 而恐龙时代也因此正式开始 用过的口罩该如何处理呢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不是随意丢弃 因为这些垃圾 恐怕会导致海洋生物死亡 9月9日 一只麦子伦企鹅尸体 被冲上了巴西东南部 一处沙滩 根据巴西当地海洋保护组织 Instituto Argonauta表示 这只企鹅恐怕是因为 勿使口罩 消化不良而死 根据Argonauta 9月12日的脸书贴文 该组织 桑托斯盆地海滩监测 企划的一个团队 到了位于盛塞巴斯地洋的 湖柜海滩 带走了动物的尸体 团队表示 他们发现企鹅时 就发现到 它的身形非常的瘦 全身也沾满了沙子 经过验尸后发现 企鹅体内有许多垃圾 包括了一个 用来防范新冠病毒的 N95口罩 Argonauta团队人员相信 这个口罩是9月7日 巴西国庆小长假期间 由海滩游客留下来的垃圾 该组织表示 飞汽物处理不当 将造成严重问题 尤其是最近越来越常 在海滩上发现 不当丢弃的口罩 Instituto Argonauta 执行长及海洋学家 在组织官方网站上表示 这起事件强力证明 不当弃制口罩 将会致使海洋生物伤亡 在不当的地方 随意丢弃口罩 更是相当不负责任 该组织技术团队人员表示 自今年4月16日到9月13日 已经在顺宝罗沙滩附近 发现113个被遗弃的口罩 在小长假期间 垃圾量达到高峰 9月8日 即假期结束隔天 共发现了10个被丢弃的口罩 是目前一天的最高纪录 那是什么生物啊 一只巨型老鼠吗 温基哥城连日骤降 好几天暴雨 路面下水道严重阻塞 9月19日 清洁人员趁着放勤 清理下水道 根据摩西哥宇宙报报导 清洁人员总共清除了 20公吨的垃圾和杂物 但最吓人的是 这只在Mactarena Contreras 市政厅下水道 发现的巨型老鼠 但仔细看看 这是一只真正的老鼠吗 没事 请不用害怕 这只巨型老鼠 只是一只1.5公尺高的 道具玩偶 根据Border Report报导 一名名叫Avelyn Lopez的女子 跳出来认领了这只巨鼠 原来她说 这是她以前制作的 万神节道具 她放在仓库 但好几年前 意外被暴风雨冲走 她曾经试图寻求协助 找回这只巨鼠 却无功而返 直到现在突然找到了 但她还不确定 要如何处置这只巨鼠 Tomo News最近介绍了 不少减肥成功的例子 而这一次要为大家 介绍的案例就是 只靠健身环 就成功得到8块鸡的男子 日本一名24岁的男子 用任天堂Switch的 健身环大冒险 成功了甩掉10公斤的肥肉 这位自称宅男的网友KZM 在推特上分享了 before和after的照片 before的照片 是去年11月所拍摄的 当时的体重为70公斤 身高则是164.5公分 她在今年1月31号购买了 Switch健身环大冒险 接着就开启了 减重之路 不过她当初只是因为 看到网友们讨论热烈 觉得好奇才买来玩玩看 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认真减肥的打算 她玩游戏的频率 大概是一周五天 而且一次只玩25到35分钟 她说到大概持续了一个月之后 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月平均甩掉两公斤 就这样持续玩了半年之后 成功地甩掉了大约10公斤的肥肉 她也提到 所有项目中最痛苦难做完 让她超有成就感的 就是棒式 而且除了维持完健身环的习惯之外 她并没有特别为减肥 做什么额外的努力 也没有喝什么那些高蛋白的 总而言之 这八块鸡练得很漂亮 前阵子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导致Switch主机和健身环 大量缺货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捕获了没吧 来自于尼泊尔的最强传奇学霸人 昂列塔在9月21号星期一去世 享年72岁 昂列塔本人长期患有脑部和肝脏疾病 她的孙子佛特巴切林 向路透社表示 她在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的家中去世 昂列塔是第一个为使用氧气筒 登上珠穆拉玛峰十次的人 在1983年到1996年期间 她在没有氧气瓶的情况下 登上了这座8848公尺高的世界最高山峰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 昂列塔是第一批因为这个成就 而受到国际关注的雪霸祥岛之一 并在2017年时被纳入了金氏世界记录 1987年时 她在没有补充氧气的情况下 成功了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第一个山峰 尼泊尔政府授约昂列塔 哥尔卡达克西纳巴胡一级勋章 和三叉蒂帕塔一级勋章 由于她卓越的攀登能力 昂列塔被世人称为雪豹 尼泊尔登山协会前主席昂谢林说 她是一位登山明星 她的离去是国家和登山兄弟的巨大损失 昂谢林说昂列塔的遗体 绽放在加德满都的寺院 并已于9月23号星期三 以佛教的传统仪式葬礼火化安葬 虽然有很多登山者 早就已经超越了昂列塔的记录 像是其中一位是雪霸人卡米列塔 她曾经2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 但大多数是在使用氧气瓶的状态下完成 安喜霸 雪霸 英国的国民健保署 开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推广一种 和新冠病毒有关的APP 在此之前苏格兰和北爱尔兰 也已经推出了相关的APP 那就让我们解释给你听吧 根据BBC报道指出 英格兰和威尔士于9月24号 推出了一款用来追踪新冠病毒的APP 当两只正在使用这个APP的手机在附近时 便会开始交换匿名的蓝牙密钥 接触的距离和持续时间 会以5分钟为一个时间点来做测量 这款由英国国民健保署推行的APP 将会定期检查这些匿名密钥 来寻找附近是否有检测阳性反应的人士 如果有人被检测出阳性反应 他们将会被给予一个PIN码 让他们能够透过手机去注册检测结果 如果使用者被评估为 和阳性反应的人有过高危险接触 该名使用者将会被通知 并要求自行居家隔离 酒吧 餐厅 大学 医院等建筑的公共区域都将会被要求出示QR Code 让用户进入前做签到 但根据政治文化杂志新政治家的报道指出 在测试期间有45%的通知都是假阳性 另外有三分之一曾和阳性反应的人接触的使用者 都没有被通知 英国国民健保署推广的APP 适用于安卓6.0和iOS13.5 或是更高阶的智慧型手机 目前不适用于平板电脑或是其他电子设备 而这款追踪新冠肺炎的APP 目前已经在Google Play商店和苹果商店上架